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5月24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要知道娱乐圈里面很多女明星 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未来生活的更好 而富豪是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 毕竟嫁入豪门之后 就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事业发愁了 其次 名导演也是很多女演员的选择 毕竟导演平常赚的也不少 何况女演员在拍戏的时候 有比较长的时间是和导演在一起的 甚至有些导演自己还亲自拍戏 那么就更容易擦出火花了 圈中也的确有不少的女演员 被名导演收入囊中 那么你知道哪些女演员是导演的正妻呢 比如说蒋晴晴年轻时候的她长得非常漂亮 甚至还被瓊阳阿姨看中 出演了环珠格格第三部 让蒋晴晴一夜之间成名 而她之后也非常幸运 遇见了自己的真爱 嫁给了导演及演员陈建斌 两人平常的生活虽然有些拌嘴 但却依旧信心相惜 才一直守护到现在 张雨琪的第一任丈夫也是一名导演 叫王全安 两人当初结婚的时候就遭到不少人的反对 但张雨琪是一个倔强的人 认定了就不会改变 因此还是执意嫁给了王全安 但很可惜对方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结婚之后还出去沾花惹草 因此导致两人最后离婚了 徐帆和冯小刚这一对当年也是因戏生情的 而且当初冯小刚已经是有家事的人 但因为徐帆实在是太迷人了 让他爱得无法自拔 最后冯小刚还和自己的原配离婚 转而迎娶了徐帆 这么多年来 其实冯小刚偶尔还是会传出一些绯闻 但徐帆都当作看不到 不知是心大还是信任自己的丈夫 在陈洪和陈凯歌在一起之前 其实陈凯歌正在和倪平谈着恋爱 而且当时两人都到了谈婚乱嫁的时候了 都以为他俩是会结婚的 却没想到被陈洪结胡了 当时据悉是因为陈洪怀孕了 离平不得已只能退出成全他们 当时陈洪的戏都还没有拍摄完 就因为怀孕成功上位 成为了明导演的夫人 虽然那一顿经历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 但陈洪和陈凯歌结婚这么多年 却一直非常的恩爱 看来当年两人也是因为真心相爱 才会走到一起的 你们怎么看待这几个女演员呢 对于他们和导演之间的爱情 你们最看好的是哪一对夫妻呢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朱亚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02年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演艺圈 但是这些年里一直都不温不火 然而近两年却不一样了 他开始红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他 才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男演员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魅力 当大家认识了朱亚文以后 才去看他以前演过的那些影视作品 就会发现朱亚文的演技非常的精湛 表情也很到位 近两年来 朱亚文塑造的角色形象多数都是硬汉 他也被大家称为行走的荷尔蒙 如今娱乐圈里面的人越来越让人看不懂 陆寒 蔡徐坤等等 广大网友都给他们贴上的标签是清秀 甚至有的网友叫他们娘炮 恰好和朱亚文的形象 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朱亚文的身上处处都充满着 阳刚之气 所以大家对他的喜爱更多了 都说一个人的气质及行为习惯 会受到家庭方面的影响 所以朱亚文能有如此强烈的英雄气概 很有可能是和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 果不其然 朱亚文的家境被曝光 在一档节目中 朱亚文和主持人说过自己家庭的情况 他表示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军人 所以从小受到的教育就非常的严格 并且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要每天进行军训 学会部队里面的一些基本操作 像是走政部 敬礼等等 试问有这样一个人从小教导你能不优秀吗 朱亚文的优秀不仅表现在演技方面 在感情方面他也是非常的优秀 恋爱的时候他是一个最佳男友 结婚后的朱亚文又是一个百分百的好丈夫 他对妻子是一见钟情 花费了一定的精力 终于将沈嘉妮追到手 两人是在2013年的时候结婚的 婚后夫妻一直都非常的低调 但是却很恩爱 这么多年以来 朱亚文从来没有和其他女生有过绯闻 并且他对自己的妻子非常的好 虽然沈嘉妮的名气没有朱亚文大 但是朱亚文依然把老婆捧在手心里 很多时候都会陪在自己的妻子身边 主要他非常的洁身自好 在结婚以后 他从来不和任何女性有过多的接触 在之前的一档综艺节目中 嘉宾们要求玩一个游戏 就是抱着在场的女生一起玩 但是朱亚文很坚决表示自己不玩这个游戏 他的回答是自己已经是一个已婚男士了 虽然朱亚文的话非常的简单 但是却能看得出他对自己老婆的忠诚 像他这样的男明星真的不多了 他是很多人学习的榜样 如此一个优秀的人何愁没有名气呢 朱亚文就是一颗会发光的金子 如今也渐渐被很多人看到了 相信他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祝福朱亚文和沈嘉妮两人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 带上住院 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谈起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爸爸妈妈也绝对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当年也唱这首歌的歌手陈宏和蔡国庆也因为这首歌被广大观众所熟悉 当年在央视春晚演唱之后就成为经典 还被很多综艺节目拿来模仿 由此可知大家对这首歌的喜爱程度了 陈宏也是因为这首歌而大火 陈宏1968年12月30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 是个地地道道的可爱直爽的东北姑娘 一直热爱演唱 而这么可爱的女孩却有一段悲惨的感情生活 陈宏在演艺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 嫁给了某公司的董事长李军 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婚后便很少出来唱歌 把重心放在了家庭 但是好景不长 老公不久便出轨夜宿门中的女主角沈欣 沈欣曾和冯小刚导演共度梁霄被拍 还抢闯闺房发生施暴行为 李军因此被警方拘留带走 李军的一句话 我为他花了上千万 这才证实了两人的包养关系 而陈宏对于这一切也才恍然大悟 这么久一直被蒙在鼓里 于是结束了这段长达14年的婚姻 于2014年两人正式离婚 离婚后的陈宏就自己带着儿子生活 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 近况不得而知 离婚之后 他曾经的丈夫却没有一点身世风度 在微博上还经常攻击陈宏 两人当时并无财产纠纷 可时隔一年后 前夫李军公开晒出昔日全家福照片 离婚证书 并发文控告前妻陈宏 以军人身份经商等多个事由 向法院提起诉讼 此前两人的纠纷二审开庭 法院驳回了一审的判决结果 也就是此前 李军方陈宏伟遭签名 变更股权无效 这一切使得陈宏的精神崩溃 感情路本就不顺的他已经够烦人了 怎知又遭冰魔的纠缠 颈椎有些问题的他 一度行走都成问题 最严重的时候只能瘫痪在床 之前陈宏还和孙浩在天天向上的节目中 谈笑风声 但是就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瘫痪在床上 脸色苍白 双手掩面 本来应该是大红大紫的人生 却在自己事业的鼎盛时期 为了丈夫放弃了事业 却只能自己一人辛苦把儿子拉扯大 如今除了一个16岁未成年的儿子 陪伴在身旁 别无他人 看起来有些凄惨 让人十分心疼 陈宏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看起来十分的痛苦 陈宏是因为颈椎受伤 就算做了手术 术后也是行动十分的困难 现如今 想必很多人都知道 女神高媛媛顺利生女的消息了吧 在她生产完毕之后 丈夫赵友廷就立马发文公布喜讯了 也让粉丝们不要担心 两人结婚也有几年的时间了 首次迎来自己的宝宝 心情也是很激动吧 在高媛媛怀孕期间 赵友廷甚至还停下手上所有的工作 去陪伴她 现在高媛媛和赵友廷生活的很美满 加上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孩子 相信未来他们会更加的幸福 但很多人都知道 赵友廷和高媛媛在一起之前 也曾经有过好几段恋情 高媛媛这么优秀 谈过几段恋爱也是不出奇的 只不过那些都成为过去式了 高媛媛其中一个前男友就是余小伟 或许现在有些人还不知道她 余小伟也是一名演员 但为人非常低调 出道这么多年 除了演戏就是演戏 几乎没有参加过综艺节目 接的广告代言也比较少 所以观众们对她的熟悉程度也不大 余小伟和高媛媛 谈恋爱的时候还比较年轻 而当时她还没有太高的知名度 但本人却是非常优秀的 从科班出身的她 演技十分精湛 大概是余小伟认真敬业 有责任感的性格吸引了高媛媛吧 两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很尊重对方的 但相处过后却发现其实对方并不是自己的真爱 最后余小伟和高媛媛还是分手了 不过她俩不像其他的明星那样 分手之后还要大闹一番 而是安安静静的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过去这么多年了 高媛媛早就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但余小伟至今却仍是单身 这就让人想不通了 余小伟的长相也不差 演技也很精湛 事业发展的蛮好的 这么优秀的男人不可能找不到女朋友 估计是余小伟对另一半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一直都找不到合适自己的人 其实也正是因为余小伟比较优秀 才让人不敢轻易靠近 看余小伟的现况 要颜值有颜值 要事业有事业 出道这么多年还不传绯闻 这样的好男人已经很少见了 可这么优秀的她 自然要配更优秀的女人 因此就算有些人对余小伟有爱慕之情 也不敢轻易去施爱 毕竟她很优秀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难免压力很大 怪不得网友说 这样的人谁敢嫁 面对优秀的人会有压力 虽然说余小伟现在也不年轻了 但她也是个不愿意将就的人 所以一直等待着自己真爱的出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